欢迎来到小融国财经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8月10号比特币的行情分析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周期越大 行情的判断会越准确 从GK线来看上一个季度突破64,800 然后跌下来下跌到了前面一根大阳线的50%以上 从一些说法来讲超过50%以上行情会发生转变 那么才开的这一根K线涨到了前面一根大阴线的一半 个人认为呢已经比较吃力了 我们再从周K线来看比特币 从去年3月12号开始进入了一年半的超级牛市 但是当2月22号这一根放量下跌开始 行情发生了转变 进入了高位震荡 我们关注一下高位震荡期间的量能变化 这三个月里放量下跌缩量上涨 代表着这是主力集中出货区间 随着5月10日的这根周K在5月17日收盘后 已经确认性跌破了第一根上涨趋势线 这里就已经跌破48,000 这个很重要的支撑位已经必须要清仓了 紧接着5月19号跌破了第二根上涨趋势线 大概率的确认熊市初期行程进入了熊市下工初期 再从日线来分析 我画的第一根放量上涨可以理解为是上涨阶段 第二根放量上涨可以理解为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并且离重要压力位越来越近 大概率的确认熊市初期行程进入了熊市下工期 再从日线来分析 我画的第一根放量上涨可以理解为是上涨阶段 第二根放量上涨可以理解为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并且离重要压力位越来越近 后续行情大概率会在这个区间震荡之后往下行走 目前大概率行情分析认为是熊市初期震荡区间 并且已经反弹到了较高的位置 那我发的行情见解 不管您认不认同我 但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来骗流量的 我也不是来吸引眼球的 金融市场里面从来不缺聪明的人 缺的是清醒的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行情呢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冷静思考就好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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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